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先给大家送上一首诗 股市轮回几度 韭菜沧桑无数 回首灯火阑珊 依旧煎熬末路 作者 白交易 美股低开低走 三大指数均大幅收跌 纳指跌4.73% 创5月6日以来的最大跌幅 标普白指数跌4.04% 为2020年6月以来的最差单日表现 道指跌3.57% 创2020年6月11日以来的最大跌幅 现在美股的下跌还需要理由吗 好像也不需要了 很随心所欲了 最悲观的不是国家到底了 而是市场上看不到股价回升的希望 随着股价的下跌 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 在雪崩概率越来越高的时候 很多机构是无法承受雪崩带来的损失的 于是很多多头机构开始抛出股票降低风险 最近股价的下跌 最主要的动力恰恰是多头 市场最一致的时候 往往也是风险最高的时候 现在市场上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 事实上都是一致看跌 空头只要做空就能赚钱 多头卖出就能在更低价位买回 我们说点具体的 这次引爆点是美国第二大零售百货集团塔吉特 业绩爆雷 股价开盘大跌25% 联系到之前的沃尔玛财报 影响在继续 实锤了通胀 大量美国百货公司的利润正在被高通胀一点一点的侵蚀 而美联储为抗击通胀不得不持续大幅加息 亚马逊4月份的财报也是业绩问题 美国两大零售巨头 一个是线上的亡者 一个是线下的亡者 今年双双进入熊市 业绩不好和通胀有直接的关系 后面最惨的情况 就是可能还要面临无货可卖的窘境 亡者业绩便亏损 陷入大衰退引发的恐慌是很恐怖的 用股市的话来说 就是杀完估值杀业绩 现在美国预期 美国经济要硬着陆了 这钱涨几天 一天就能跌回去 指数都能跌四五个点 是银绿的玩意儿 牛市的时候四十倍都觉得合理 熊市的时候二十倍也能让人觉得合理 在业绩不变的情况下 四十倍跌到二十倍 股价就腰斩 美国的残忍到了极致 一半股票会跌到退市的 标普500今年估值就十七倍左右了 供应链美联储无法掌控要靠拜登 但美国民众显然对这届政府信心不足 美国媒体写道 一种病毒在肆虐 数字货币已经崩溃 婴儿没有东西吃 女性被迫繁衍 男性准备为汽油而死 而我们在一个人的领导下受苦 虽然整个虚拟货币市场 已经损失了超过一万亿美元 但不要担心 只要你一直在囤积婴儿配方奶粉 你就能快速赚回这些钱 如今的美联储已经别无选择 压不压得住都要尽压 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而且拜登的首要任务是中期选举 不是股市 而且内政不行的话外交来补 马上拜登就要进行风光无限的亚洲执行 拜登将于5月20日至24日 访问韩国和日本 拜登访韩将聚焦朝鲜问题 韩国加入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可能性等议题 释放美国调整东亚政策信号的相关提问 有意思的是 这次打破了惯例 先去韩国而不是日本 也是对于韩国新总统的一次嘉奖吧 日本三月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是1.232万亿美元 二月份为1.306万亿美元 这种减持幅度 拜登会高兴吗 日本表示 拜登出访日本 将向区域盟国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那就是尽管有乌克兰战争 美国仍然关注印太地区 拜登可以多管齐下 预计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白宫表示 印太经济框架需要具有包容性 但也要有足够高的标准 使其不会成为经济竞争 拜登政府最近发布了长达46页的最终声明草案 决定尽快在太阳能电池 稀土和芯片等关键工业领域 与中国脱购 并准备将关键产业供应链转移至印度 为何将印度当作制造业转换的国家呢 首先是 印度具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优势 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印度可以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承接发达国家分配的制造业产能 中国最初作为世界工厂也是这样兴起的 但是随着技术的更迭以及产业发展 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作为产业优势而贸然转移 势必会提高新转移地区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成本 且会加快产品制造的时间和产品流通的时间 对于资本来说 转移后更高的生产成本 使他们产品的剩余价值大规模缩水 如此一来 受伤的还是企业本身 资本家为理仕途 这个规律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可以改变了 不过也有人赞扬 拜登下的是一盘大曲级 方向是对的 慢慢来 看重的是长期战略上的成功 让中国在东部面临日韩威胁 西南面临受制于印度 从而形成包夹之势 不过也有不少企业表示 想改变产业布局 并不是开一次会 一些文件就能改变 数据显示 印度制造业的性价比太低 就这天天40度的天气 更别说就印度的社会 问问日本 他们的印度高铁造到哪一步了 就算美欧真的将制造业产业转移到印度 印度能做到 而且同时也会失去巨大的市场份额 这种试图以人力抗争资本运行的规律 且行且珍惜 总之 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首次出访东亚 对其意义非常重要 来看个股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 在官网宣布了每年例行的指数调整 在标普500 ESG指数的308只成分股中 苹果 微软 谷歌 亚马逊 英伟达 联合健康集团 宝洁 艾克森美富 摩根大通等再次入选 但是特斯拉 伯克希尔哈萨维 强生 麦塔等公司被从中剔除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解释称 在过去的一年 特斯拉公司在环境 社会和治理标准方面的得分 保持相当稳定 但与不断改善的全球同行相比 它的排名有所下滑 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 爆出的工作环境恶劣与种族歧视 对自动驾驶有关伤亡调查的处理 以及缺乏低碳战略和商业行为的准则 都对它不利 虽然特斯拉在淘汰燃料汽车方面发挥了作用 但从更广泛的ESG角度来看 它已经落后于同行 最后 虽然特斯拉和其他公司 今年可能未被纳入该指数 但未来几年 他们都有重新获得纳入审查的机会 消息公布后 马斯克自然也在推特上 对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展开了轮番猛攻 马斯克写道 ESG是一个令人发指的骗局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真可耻 马斯克补充道 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 竟被标普摆平为ESG前10名 而特斯拉没有上榜 马斯克强调 尽管特斯拉已经为环境做得比任何公司都要多 但其实ESG评分 更看重的是一些其他的政治因素 马斯克表示 未来几个月对我的政治攻击将急剧升级 其实 很多投资者并不希望看到马斯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领域 和国会大佬对骂 猛批现任美国总统 和监管部门SEC是长期的死对头 和其他领域的大佬互枪 顺风顺水的时候 股民乐见其成 时光看戏 一旦遭遇逆风 落井下石 各种打压接踵而来 这次被提出标准普尔ESG指数 显然是遭到了打压 个股中 我们来看看爆雷的美国百货巨头塔吉他公司 财报显示 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惨遭腰斩 大幅不及预期的业绩 导致公司股价开盘暴跌25% 创35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公司总营收为251.7亿美元 同比略增4% 市场预期值为244.7亿美元 净利润是10.09亿美元 同比大幅下滑了51.9% 美股收益为2.17美元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3.07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4.20美元大幅下滑 这是塔吉的公司2018年三季度以来 首次利润表现低于分析室的预期 公司CEO表示 该公司一季度业绩未能达成目标 因其利润伴随着非常高昂的成本 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驱动的 导致盈利能力远低于我们的预期 也远低于我们预期的长期运营水平 另一边 公司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财报显示 得益于客户流量增加了3.9% 塔吉的第一季度 可比销售额增长了3.3% 在线可比销售额增长了3.2% 摊及为何销售增长 但净利润大幅走低 塔吉的公司在财报中称 一季度业绩大幅下滑的主因 是由于货运及库存领域的成本激增 该公司预计 由于燃料和柴油价格 持续维持在创纪录的高位 今年塔吉的货运和运输成本 可能会暴增10亿美元 该公司表示 尽量不会提高商品价格 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愿以短期利润为代价 保住长期的市场份额 业绩指引方面 与沃尔玛类似 塔吉的在今年艰难开局后 大幅下调了全年营业利润预期 该公司预计 全年营业利润率将在6%左右 此前 塔吉的预期 2022年营业利润率将达到8% 甚至更高 此外 塔吉的表示 无以削减40亿至5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计划 从沃尔玛到塔吉特 零售也经历了疯狂的48小时 这两家零售商的总市值 就缩水了超过650亿美元 沃尔玛和塔吉特的糟糕表现 已经在百思买和Costco等 其他家喻户晓的零售商中 引发了重大抛售 因为投资者在未来几个季度 对零售企业进行了重新估值 两家公司都在发出信号 表明他们的商店与电子商务相比 流量强劲 同时 两家公司的执行成本都很高 消费者正更多的转向必需品 而不是非必需品 也就是成本上涨超过预期 沃尔玛和塔吉特都看到了 严重的利润压力 另外 两家零售商的库存 在第一季度都膨胀了30%以上 这既反映了供应商的价格上涨 也反映了消费者减少了家居用品等可自由支配的购买 需要时间才能解决过剩的库存问题 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压低利润率 作为应对 所有零售商现在将寻求转交措施 以抵御通货膨胀 接下来就要看这些企业定价权的能力的比拼了 但这也预示着通胀压力积蓄 盘后 网络设备巨头思科发布财报 思科系统公司盈利良好 但因收入不足而下挫 第三财机营收128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3.4亿美元 业绩没有达到预期不是最主要的 股价暴跌 因为由于环境越来越复杂 该公司预测 营收将出现惊人的下滑 花旗表示 竞争对手正在从思科手中 夺取网络交换机的市场份额 影响并不限于硬件 软件收入下降到3%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使收入减少了约2亿美元 它使思科本季度的销售成本 增加了500万美元 运营费用增加了6200万美元 作为科技巨头 思科本财季继续面临着来自供应链 通胀 科技股暴跌等各类外部因素的影响 其CEO在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说 中国的疫情也加剧了原件的短缺 思科曾经在2000年 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尽管该公司的收益 自2000年初以来已经翻了两番 但其股价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回望 不过公司资产负债表稳健 现金流就高达200亿美元 公司也乐于发放股息和股票回购 这或许是接下来支撑股价的主要动力 最新 之前的大多头 高盛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 再次下调了他的乐观预期 并在研报中强调了股市阴云密布的前景 他认为 经济萎缩可能会令标普500降至3600点 并首度承认标普500可能降至3600点下方 这次 新的基准预测 假设经济没有出现衰退 且整体市盈率维持在17倍不变 不过 在一种不利的情景下 随着市盈率降至15倍 经济衰退将使标普500指数下跌11%至3600点 若经济在2023年进入衰退 被观预期的影响下 标普500可能更低 若经济避免衰退 但实际利率继续上升 标普500将下跌至3800点 另外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下调了美国今年GDP的增速 预测为2.4% 2023年GDP增速下调至1.6% 不过好消息 就是都认为下半年股市有望回升 其实 这里所谓的下半年 就是看第三季度财报的表现 第二季度 从目前大多数公司的财报指引来看 大概率不会有太好的表现 但基数会变低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目前股市泥沙俱下 短期来看 现在既不是投资 也不完全是投机 而是互相摸兜的行情 不过跌的时候是比涨得快的 美股的熊市就是积极泡沫 所以长远来看 并不算是一件坏事情 标普白指数再次跌破了重要的4000点水平 之前在3850点附近测试了熊市水平 之后开启熊市反弹 现在又重新二次探低 如果在3850点附近站稳 那就是好事情 可以在这个位置适当布局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